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养儿防老既能够继承香火 晚年生病也会有人伺候 但要做到养儿防老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那就是子女们有钱 子女们有时间 子女们有孝心 做到其中一点是不难的 同时做到这三点就比较困难 而且人心善变 而你们难以做到善事善终的 为老人养老 六十岁的杨阿姨就曾带着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 一直认为儿子会使他后半生的依靠 可是他用了六年的时间最终证明 他的想法到底有多离谱 他感慨地说 自己卖房帮忙带孙 六年 儿媳欲给十万打发我 我果断要回了七十万卖房款和多年补贴的钱 回到自己家 并深深地感悟到 人老了 别想指望儿女靠自己的能力养老 才能够活得自在 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我今年六十岁 有一个儿子 儿子以前是个不错的孩子 虽然不是那么细心 但对我们两口子 也能够称得上是孝顺 以前他一直是我们心中的骄傲 不过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心目中的乖儿子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六年前孙子出生 当时儿子提出让我卖掉房子过去跟他一起生活 最重要的是帮他带带孩子 那时候我的老伴已经走了 我也没有什么流量前两年之所以 不选择跟儿子一起住 主要还是看在儿子儿媳新婚燕儿的份上 想给他们一个二人世界 不想过多打扰他们 毕竟年轻人跟老人住在一起肯定不是那么自在 所以在儿子提出让我过去后 我就听从他的话把房子给卖了出去 拿着这笔钱去投奔儿子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因为我就只有一个儿子 一直以来的想法都是晚年要跟儿子一起过 所以过去之后我一点也不吝嗦地拿出我的退休金 当作家里的生活费 那几年是我最累的时候 我不仅要带孩子 还要抽空做家务 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了 以前我晚饭过后 总喜欢去小区外跳广场舞 可是这几年我都慢慢放下了这个爱好 整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 活得一点都没有自我了 虽然挺辛苦的 但我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的怨言 主要就是因为儿媳太懂得说话的艺术了 每次都说到我心坎里 我感觉我像被他洗脑了一样 他总是能把我哄得太别开心 让我心甘情愿的 给他们花钱这几年我的退休金 就从来没有够花的时候我的存款 也拿出来了不少 就连我卖房子得来的钱 也被儿子拿去跟朋友一起去做生意了 当时儿子跟我说这钱是借的 等他以后挣钱了就还我 生意的前两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也就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到了第三年 儿子的生意就开始有点奇色了 但是当我问他 他还是说处于亏损的状态 我之所以得知他挣钱还是因为不小心 听到了他哥儿媳的谈话 为此我的心里是有点受伤的 我跟他是母子 他是从我肚子里面出来的 对我来说 他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背叛他 可是他却这么防备我 我这个老母亲的内心 当然会很难过 我后来也没有提起过 让儿子还钱的事 儿子也装作没这事 反正钱是赚到了 还钱的日子却遥遥无期 时间久了 我也就当作没有这笔欠款了 怎么说也是我儿子 我不想计较那么多 更不想逼儿子还钱 反正我的钱给他花也没有什么 在我心里 母亲为儿子花钱是天经地义的 我对他的付出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以为日子能够这样一直过下去 可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我就感觉儿媳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他以前表面工作做得很好 我一直觉得我们俩的婆媳感情好 可谁知这一切都是儿媳装出来的 他以前之所以最甜 是因为有用到我的地方 也因为我能给他们花钱 所以他愿意哄我 就是为了让我没有底线地为他们付出 可如今我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他们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孩子也不需要我带了 我这个婆婆好像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儿媳才会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 我甚至觉得她可能是想用这样的态度逼我主动离开 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这并不是我的意象 儿媳确实想让我离开六月初的一天晚上 我去外面扔完垃圾 回来时儿媳坐在沙发上 叫我过去一起坐 说想跟我聊聊 我以为就是寻常聊天 谁知道儿媳寒暄几几之后突然说道 妈有件事想找你拿主意 你帮我参谋参谋 这是该怎么解决 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妈在家里摔了一跤 摔到了腿 原本以为我妈一直在照顾我侄子 我弟弟弟媳肯定会好好伺候他才对 结果我弟媳经常给我妈白脸色 我妈的腿鼓着那么多天了还没有好转 我这个做女儿的实在放心不下 再说这几年我也没有怎么孝顺过我妈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 把我妈接到我们这边养老 只是吧 我们家这边就三个房间 而且她的腿也需要好好静养 不方便与其他人住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让你先回老家养老 你现在还身强体壮的 等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再把你接回来 在儿媳说话的过程中 儿子也从房间走了出来 全程听我们的谈话 等儿媳说完 我就看向儿子 想看看儿子是什么意见 结果我一看过去就失望了 儿子明显就是认同儿媳的话 想让我让我给她愿母挪位置 我内心非常不满 不是我小气 而是有原因的 当初亲家母要求要二十万的彩礼 这在我们当地算是个天文树木了 我们这边彩礼不算高 基本都是个个位数 五万至十万之间 很少有超过这个数的 不过也不代表没有 只是要高彩礼的娘家 同样也会给高配嫁的 而亲家母要的这二十万 是给她自己要的 说是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就是我们婆家的人了 以后估计也指望不上 所以这钱 就是亲家母给自己要的养老钱 当时她也说好了 她的养老由儿子负责 不会再拖累女儿 我心里当时是挺不舒服的 血缘是割不断的 在法律上 女儿也有给父母养老的责任 不可能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是儿子实在喜欢儿媳 我们也做不出棒打鸳鸯的事 再加上那时候我老伴还在 她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实力 最终才同意了给那么高的彩礼 结果这才几年的时间 儿媳就要把我赶回老家 让亲家母过来养老了 难道当初说的话都是开玩笑吗 我的担心还是成真了 我为他们掏心掏肺向来都是毫无保留 完全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 结果却被刺了那么一刀 我感觉他们把我伤得很重 让我觉得这几年的付出就是个笑话 儿媳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她根本不是在找我商量 也不是给我选择的权利 就是在委婉地赶我走 就算我不想走也不行 我就只有一个选项 正当我沉默时 儿媳一副施舍的口气对我说 妈 我给十万块钱给你养老 以后你自己还有退休金 养老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没等儿媳说完 我就打断了她的话 因为我实在生气 我略带怒气 一字一板地说道 你们两口子说话 半时要讲点良心 我在你们家这六年 每个月的退休金 都花在你们小家上 我的存款也都掏出来花了 当初卖房子的七十万 我也借给了你们 说好了经济宽越了就还给我 可现在呢 钱在哪里 我不提 你们就当作没有这件事吗 不要一副施舍的样子 说给我十万块钱养老 仿佛对我多好似的 我也不要你们这十万 你们就把我借给你们的七十万 以及这六年 我为补贴你们花掉的钱 都还给我就行 我儿子听我这么说 也不沉默了 着急地说道 妈 你的存款和退休金是心甘情愿 给我们花的我们可没逼你呀 至于卖房的那七十万 我们不是不还你 只是现在手头确实没那么多钱 等以后条件好了 这钱我们肯定还 以前我都在为儿子考虑 从来不敢让儿子有任何的不舒坦 一味地委屈自己成全他们 可是我的委屈换来了什么呢 我不愿意再那么傻了 也不愿意听他们那些哄骗人的鬼话了 我直言道 你们还了这些钱 我马上就走 如果不还钱 那我就去你们两个单位闹 反正我现在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我看你们这工作还怎么做 儿鞋是做老师的 儿子也是有身份的人 都有体面的工作 他们不敢让我去闹 除非是不想要工作了 最主要的是他们手里确实有钱 能够给得起我 不过我也没有逼得太紧 怕是得其反 但我的态度是坚定的 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星期 儿子儿媳被迫把那七十万卖房钱 和我所花掉的存款 都还给了我 而我也让了一步 每月为他们花掉的退休金 我没有再计较 儿子儿媳把钱还给我以后 完全没有一点好态度了 仿佛我是仇人一样 我拿到了想要的钱 以后也没有逗留 就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了 回到老家不久 我购买了一套小房子 这个小小的角落就成为了 我新生活的起点 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每当想起在儿子家发生的一切 表面上我已经放下了 其实这依旧还是我内心的痛 如果我是个不慈爱的母亲 那儿子这样对我我毫无怨言 可我明明那么好 花钱是很大方 干活时也很认真 最后还落到这个地步 真的很难 让人不难过 好在我后面及时醒悟过来 把属于我的钱都拿了回来 不然我现在没房又没钱 日子还不知有多难过 杨阿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每个人都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无法对别人的人生负责 父母为儿女付出很正常 但是绝不能为了儿女牺牲自己的一切 一定要给自己留好足够的保障 养老问题只有靠自己 这才是正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